港股昨日反覆上落 好淡持續增持 只得恒指一陣升一陣跌 全無方向感 昨日高點為19,440點 升51點 低點為19,255點 跌134點 收市報19,404點 升14點 連升四個交易日 合共進帳304點 全日總成交緊802億元 較上週五少64億元 若干重榜股支持了恒指聲勢 要不是騰訊 00700 亞里 09988 美團 03690 比亞迪 01211 快手 01024 平保 02318 等保住聲勢 淡有極有可能借大多數股份下跌而造淡大市 這個四年聲雖所聲不多 但亦得來不易 當中飽含好友的不少辛酸也 從走勢看 恒指營在19,000至19,500點 這500點區間 騰上騰落 到底是真相還是真落 未有答案 自然 我從好友的角度相信這個 將越打越實 最終向上的機會較大 我這魔說 乃從最簡單的供求規律考慮 就說沽加罷 你沽了貨又如何 等大市大跌才買 亦或不玩股票玩其他 很多人會想 還有一頭半個月很多實力股都隨息 現在沽出 無息可收 有點可息罷 於是 想收息的人不願故 這是大市供應少的一個原因 當然 需求也不見得多 因為大市不明朗 以昨日來講 大家關注的人民幣 匯價又跌到一個低點 初時不少人感到失望 但就在這個骨折點上 卻有人認為內地遲早要出招支持 人民幣雖波動歇 但保持 找好太細這一點 應該不會太難的罷 於是 股市並未如一些人預期的要跌下去 而是在憧憬有措施出台之下有支撐 這樣的局面 確實是沉悶的 但悶市也非一無是處 因為悶 可以使不甘值淨的人 忍不住拋出手上的優質股票 使資不斷地落入圓 作中長線投資的人的手上 這對整個大市是有利的 小了炒價 多了渣價 這就是有利之處 另外 每年股市都會有這摩一段日子 悶氣大開放 使得一些人離市而去 好不好 我看也沒有什麼懷處 一如打球 有時落場人不多 是正常現象 而一旦場面回復熱鬧 離去的人又會再回來的 對我頭排來講 乃繼續密切監視市情 認為合適的低價 就買一些優質股來修飾 有得渣無得炒 就是這段時期的特色 請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